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对班提也是相当熟悉 所以我这里做个很简单的介绍 班提乌马云那就是马兴德尊者 在1971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 目前是八奥禅林的夜处导师之一 那么尊者是在2002年达上成为比丘 而且在八奥禅师的指导下修行直观禅夜处 那么在2004年5月 尊者开始为八奥禅师在禅修指导时 做些翻译和辅导禅修者 到了2006年的时候 尊者就获得八奥禅师的受任 成为八奥禅林的夜处导师 并开始在禅林指导出家生仲和在家仲 那么2007年过后 尊者就来新加坡跟我们接了很多善缘 总共主持了好几次的禅修营 也得到非常热烈的反应 那么尊者也在新加坡举行了几期的阿比达摩讲座 也为新加坡报中心开始了这个清新道论的开示 那么等一下我们就请尊者下来为我们开示 关于这个俗胜的善业 请大家稍微等一下子 让我们一起也念南无达沙三次来开始 今天的随即开始 南无达沙三次 南无达沙三次 离经那位世尊阿拉罕政治抉择 各位贤友们 很高兴要见面了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佛法 因为今天是我们泡产救中心新加坡分宴的卡提纳的吉祥日子 在这个吉祥日子里面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的吉祥日子里面 所以我们就以今天大家所做的功德善业来做一次水洗的开示 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可能我们会想怎么样才能够给自己更多的快乐 给他人更多的快乐 也许我们每个人生活我们都会想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给自己能够增添多一点快乐 多点利益自己 同时也能够多点去给他人快乐 去多点利益他人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通过奉献来给自己和他人增长快乐 来让我们所做的行为能够更加崇高 更加高尚 而且我们所做的善业能够更加殊胜 讲到能够给他给自己跟给他人带来快乐 在佛教当中叫做自利和利他 自利叫做atahita 利他叫做parahita atahita就是为自己的福乐利益而做的事情 parahita是为了他人的快乐幸福而所做的事情 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对自己有利益 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 同时也能够利益他人给他人带来快乐的事情呢 我们在这里就讲一讲奉献 或者说佛教才说呢 也叫做布施たな 或者叫做parichaka parichaka也是布施或者奉献的意思 讲到布施或者奉献有几种 我们在这里把它分为四种 四种布施 四种奉献 第一种是布施奉献财物 财物就是物品 那对于布施财物物品 这方面我们又可以移叫对象 分为三类 这三类 我们就可以把它比喻成种田一样 有三种田 第一种田 我们称为恩田 恩就是报恩 我们把自己的财物 自己工作所赚来的钱财等等 用来报恩 那什么恩是我们需要报的 或者说最大的恩田是什么 是父母 报父母恩 这就好像种田一样是种恩田 因为父母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他们带给我们生命 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 拉屎拉尿 他们都不会嫌弃我们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他们很紧张 很为我们治病 辛辛苦苦养育我们 把我们养大 特别是有些家境不是太好的 或者说在几十年前 那个年代 做父母的要养孩子 很不容易 但是他们都辛辛苦苦的 把我们养大 我们大家在做 做父母的也应该很清楚 有时候我们考虑儿女的事情 比考虑自己的事情还更多 我们爱自己的儿女 甚至比爱自己还更多 所以这种恩付出 作为父母来说 一般他不会祈求说 孩子啊 我养你是为了你以后 你长大了 你要养我的 要不然的话 我要把本钱都 要把他把你追回来 我们不会这么想 可父母对我们的付出 是无私的 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那么我们现在长大了 我们现在 如果父母还健在的话 我们要趁机会去报恩 让父母能够安享天人 能够让他衣食无忧 能够让他快乐的 能够度过晚年 如果父母生病呢 我们应该多点关心 多点去爱护他们 去安慰啊 去照顾他们 这种称为报恩 报恩就有种田 种恩田 那当然呢 如果在进一步来说呢 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 也是要报的 因为在中国古代 母亲父亲之后 就是老师 在佛教的传统里面也是 母亲父亲之后 就是老师 因为 父母给我们生生 就给我们这个身体的生 而老师 他让我们知书施礼 教给我们知识 教给我们文化 让我们懂得如何做人 如何处事 如何获得生活的技巧的 所以这样的老师 他也是我们应该报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财物啊 等等去供养 去给老师 这个也是报恩 这个称为恩田 所以讲到财师 讲到要报恩的 讲到奉献 首先我们讲到的是 自己的父母 这个是一种报恩 然后老师也是叫报恩 然后第二种田 是悲田 悲是悲民 同情 我们现在生活好了 我们温饱啊 衣食等等 我们都不用再去担心 不用再去忧愁了 但是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社会 在还有其他很多的国家 还有人还是吃不饱 穿不暖 或者说 有一些小孩子 他们的家人没有钱 供给他们上学读书 他们没办法去接受 正常的教育 或者有些老人 没有人照顾 或者有些生病的人 因为家境贫穷 他们没办法去医治医疗 或者说 现在地球频频遭受 各种各样的灾难 好像地震啊 洪水啊 旱灾啊 水灾啊 等等 火灾啊 很多种灾难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来 不断听到 我们如果打开电视 打开报纸 这里都是灾难 那里都是灾难 这里又是战争 那里又是 又是灾祸 所以很多的人 他们并不能够像我们一样 能够 能够很安稳的 很安定的生活 那出于同情 出于人类之间的这种 互相关爱跟关怀 我们去帮助他们 去奉献自己的财物 去使他们 能够尽早脱离痛苦 能够让他们不再 受苦 如果说 小孩子没书读 我们让他们 有书读 可以去上学 如果老人的话呢 他们生病呢 有人照顾 这些人 也就是现在 现在所说的 做慈善啊 做社会福利啊 其赈灾啊 这些都是 我们出自于的一份力 出自于一份财物 这个是称为悲田 就悲鸣 甚至你可以说 中树铺铺路 架桥 这些 因为现在呢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 都能够像新加坡 那么富裕啊 国家 跟这些社会公益啊 市政呢 等等件事 他想得那么完美啊 如果大家有些 去到一些比较贫穷 一些落后的国家 或者地方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穷苦的人 还有很多贫穷的地方 如果我们 能够尽自己的一点心意也好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好 也就是我们是 出以人 本来那种爱心 去帮助他们 这个就称为悲田 悲田就是向下的 让那些受苦的人 不再受苦 带给他们一份快乐 带给他们一份幸福 就是成为种悲田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福田 分较 ketta 种福田 往往是向上的 也就是说 我们我们对一些值得恭敬 值得敬仰的对象 特别是我们是有信仰的人 我们对信仰的对象 例如说 三家 三团 等等 这样的布施 这样的奉献 就称为种福田 分较 它可以翻译成功德 可以翻译成福德 它也就是 未来幸福的意思 我们这种行为 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 而 这种行为 就好像 把种子 种到田地里面去 未来它能够生长出福报 我们就称为福田 分较 ketta ketta 就是田地 如果我们说 悲田是向下的 我们是出于同情心 出于一份爱心 出于一份人类之间的关怀的话 那么对福田来说 我们是向上的 因为 在 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 我们需要有一些学习 有些榜样 学习的对象的榜样 那哪些是因为 我们应该学习的 应该 敬仰的榜样的 就是那些 有道德 有品德的人 那些追求 心灵 圣洁 追求心灵 过去崇高生活那些人 也就是他们 放弃了世俗的追求 放弃了世俗的娱乐 他们不在 组建家庭 不在赚钱 不在过着世俗的生活 他们 纯粹就是为了 提升自己的生命 跟 心灵 过着独生的生活 他们要完善 自己的道德 完善自己的品行 完善自己的 定力和智慧 他们甚至把生命 把青春都奉献出去 那这种人 是由于我们自己 没办法做到 因为我们现在一想起来 自己道德还不完善 对佛教徒来说 连五戒都有时候都做不好 甚至说连不虚妄语 我们都做不好 有时候又骗人 又做生意等等 那我们的心又很烦躁 很活躁 很多烦恼 我们想要让自己快乐 想要让自己平静 但是平静不下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 很敬仰 很羡慕那些追求心灵平静的人 那这种是我们学习 或者我们尊重 我们恭敬的对象 那我们对这些恭敬 尊敬的对象 去支助支持他们的生活 我们自己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们至少还有一个 就还有一个对象 是让我们羡慕的 至少还有这么样的人 过着追求崇高 追求圣洁的生活 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虽然我们现在目前 或者我们自己一生 没办法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们是出于一种恭敬 一种敬仰 去护持他们 那出于这种 而由于他们 就是这些对象 是有道德的 有戒型的 他们是过着崇高的 精神生活和圣洁的生活 也就是说 他们的精神境界是崇高的 他们的生活是纯净的 他们注重的是定力和智慧 甚至有些人 有圣道圣活 其实圣子的 已经不再是凡夫俗子的 那这么样的一种对象呢 他就称为福田 我们去支助他们的生活 去奉献我们的力量 这个就称为福田 由于对象 他是崇高的 是向上的 那么我们去支助他 供养他 并不是说我们出于同情 不是说 哎呀出家人 如果我们不供养他 他可能会饿死了 那么很辛苦 我们给一点香油钱 不是这么样的意思 而是说 我们是出于内心的信仰 跟恭敬给他 就是向上 所以就称为福田 而不是我们因为悲田 因为可怜这些出家人 我们给他 而是说 我们去尊敬供养 所以制裁就是福田 那对于恩田来说 这个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不能够说 应该讨价还价 但是对于悲田和福田来说 从一般的 人的基本 那种叫什么 就是说 人性来说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悲田是更值得帮助的 因为他们确实是痛苦的 然后如果是从 叶国法则上来说 反而我们的福田 我们的种福田 可以更殊胜 为什么这么样说呢 悲田是因为我们 出于爱心去帮助他 就好像说 我们现在有一 有一壶水 这壶水 如果我们有多了 我们可以到 或者说他会往下流 这种我们对于悲田 就是水是往下流的 但是对于福田来说呢 我们现在就好像说 去银行 去把自己的钱放 放高利贷 放高利贷 然后以后的回报 那就会越来越多的 我们去种 悲田 往往我们不求福报 我们就不求他们的 报答 如果是求报答 那可能是因为名列 这个样的动机也不纯 但是如果我们种福田 即使我们不想 不去追求福报 但是福报因为对象的 崇高对象的殊胜 也能够给我们带来 更殊胜的苦报 在这里我们就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记载在 Beta Vattu 记载在鬼故事里面 就是金藏小故的Beta Vattu 经典里面讲到的 这个故事讲到 我们的佛陀 在成佛之后的第七个余安居 第七个瓦萨 佛陀就到了三十三天 那里讲阿比达摩 在三十三天就一共讲了三个月 人间的三个月的时间 阿比达摩 当时有一万个轮回世界的 欲界天人和放天人都前去文法 在人间只有我们的佛陀一个人去 但是其他天人 由于他们 他们叫神通 其实就好像说 人他会走路 或者说人他有他 他自己的能力一样 天人来说呢 对人来说叫神通 天人来说 他与生俱来的能力 就叫神通 他们也去三十三天那里文法 在文法的欲界天人当中 就包括了两位名叫 印达嘎和安姑拉 的三十三天人 当时由于威德地位的不同 印达嘎坐在佛陀的附近 但是安姑拉 现在坐在十二游巡 那么远的地方 就离得很远 这两个人 为什么能够投身为天界呢 他们投身为天界的业 而且都是善业 而且都是布施的善业 在很久很久以前 安姑拉 他的过去生 是一位大富翁 而且是一个大慈善家 他每天都在家中准备了六万辆车的食物 并且亲手恭敬地供养布施给那些人们 他今年累夜就这样欢喜地做布施 中期医生做了很多的布施 也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大慈善家 因为这种布施在命中之后 他就投身到三十三天界 而 另外一个天人 他刚投身到天界不久 所以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天人 但是他的过去生 却是生活在佛陀在世的一个青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应该来说也很短命就死了 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安努罗达尊子托波的时候 以敬信心 这恭敬心 供养了一汤匙的饭 然后布施死了之后 也投身到三十三天 但他却成为了大神通大威力的天子 并且在十个方面都超越了原来 那个大慈善家 那个大慈善家叫安姑拉 在哪十方面呢 他在天色 天生 天香 天味 天处 天寿 天荣言 天民生 天乐 跟天权威 这十个方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只是供养一汤十饭 而投身到天界的天人 他在十个方面都超越 那个金年雷业经常做大布施 大供养的天人 在十个方面 不管是这个天人所享受的色 身 香 味 处 或者说他的寿命 他的容颜就漂亮 高大 他的名声威望 他所享受的快乐 还有他的权威 他的地位都高过 他们为什么会怎么样呢 如果只是从我们一般人来看呢 一汤匙的饭跟今年的夜经常做大布施 根本没办法相提并动 但是呢 他们所带来的果报 气候相差那么远 难道因果法则他会 会有不公平吗 虽然安古勒每天做大量的布施 但是由于那些接受的人 都是没有道德 没有慈戒的人 即使这样布施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商业却不算很殊胜 也就是说他做的事 虽然是悲甜 是悲悯 也许我们从布施子跟受布施子来说 可能这个布施的人 他的道德更崇高 因为他有爱心 而那一些接受的人 可能一天到晚就想 我在哪里有好东西吃 然后一天到晚就谈论那些下等的话 他们也不吃戒 他们也没有道德 所以变成他的对象的道德 不是很崇高 变成说 他的功德也不是很殊胜 所以Indakad只是因为 共能一汤匙的饭而投生到天界 但是他的接受子 安诺罗特尊子 却是一位断尽烦恼的阿拉罕 也就是说 他不管是在戒行 在定力 在智慧 在解脱 在解脱之间方面 都已经达到圆满了的人 所以Indakad布施的功德 远远比安古拉 每天布施众多无道德者的功德 还要殊胜 所以这个就是悲甜跟福甜的差别 当时佛陀看见 Indakad跟安古拉这两位天子 他为了解释成就布施之法 他就把坐在远处的安古拉 换到根全 就叫他过来 他说安古拉你过来 你过来 因为他坐得很远 佛陀就说安古拉长久 你是大副师 你在远处坐到我跟前来 安古拉其实他自己也是想不通 他就想 也就是说 我那么长久 每天都准备了很多的 供养很多的布施 但为什么我所做的这些布施 他却没有给我带来很殊胜的福德呢 但是这个Yakad 就是这个小天神 Indakad 他刚逃生到这里不久 但是他的地位就比我高 虽然他只是因为供养一汤匙的饭 但是他现在你看他的光辉 比我超越了我 他的地位又超越了我 就好像我跟他对比 就好像一个星星在月亮面前一样 我完全没有什么光明的 佛陀就这样用寄送回答他说 如不毛之地 虽拨多种子 不能结瘦果 农夫不满足 如是多布施 却对无戒指 不能结瘦果 施子不满足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沙漠里面 或者在那些不毛之地 那些戈壁滩里面 即使你撒很多的种子 但是他却不能够长出很好的苗出来 那虽然你作为农夫 你每天去吃肥 去浇水 但是那个土地都已经 没办法长出好的种子出来 所以你农夫 你白白做 他也不可能满足 同样的这样的布施 你虽然你经常做这样的布施 而且你做了很多 但是你所 布施的却是那些没有道德的人 所以他当然他不能够带来很丰厚的果报 所以布施的人 所以布施的人当然不会满足了 如与肥沃田 虽播少种子 适时与降雨 农夫乐收成 如是对聚戒 对聚德 只等 虽作少功德 却有大果报 就好像在肥沃的田地里面 你稍微撒一点种子下去 然后只要天他适当的下雨 甚至你农夫不用怎么去照顾他 农夫他都会对自己的收成 感到很快乐 就这样对那些拥有戒行 拥有道德 拥有大功德的人 哪怕你是做很少的一点行为 但他却能够获得大果报 就好像我们现在说 如果你现在你是一个连锁店 比如说加勒福 或者说一些大的百货公司 如果你是在新加坡 后在Ocello那边 你去投资 你建一个 那么每天那客流量很大 所以自然你的店即使开很小 你都有可能有很多的利润 是不是 但是你现在如果去一个很穷的国家 比如去阿富汗或者去北朝鲜 那边即使你把你的店开得很大 可能一天没有几个顾客来 虽然你店越大 可能你投资越大 那时候你可能赚不到什么钱 就是这么样的意思 所以佛陀说 应选择布施 此施有大果 应选择做布施 施子得升天 选择而布施 善志所赞叹 以此命世间 对比应施子 布施得大果 如播种良田 所以佛陀说 要选择布施 就选择对向来布施 这样的选择 所做的布施 能够得来大果报 选择做布施 布施的人能够得到升天 选择而做布施 这个是佛陀所赞叹的 对在这一个 有各种生命的世间 对那些应该 去值得恭敬 值得敬仰 值得布施的人 去对他们进行布施 能够获得大的果报 就好像你去播种良田 去播种那个肥沃的田地 他自然能够获得丰收 所以在这一篇经文里面 佛陀就讲到 福田跟悲田 他们之间 是由于对象的不同 而带来的果报 也是不同 那我们就好像说 虽然 在那些富有的国家 你再去那边做生意 这个国家由于他很富裕 他并不会因为你去那边投资 好像他的 好像他觉得说会足够的 因为反而因为他这个国家很富裕 所以你去那边他的消费力强 所以你的投资就能够很快就得到回报 但是贫穷的国家 你并不会因为贫穷的国家 他需要我们的资助 所以你在那边去投资很大的生意 但是由于他们的消费力很弱 所以你投资很多 反而你可能亏的也多 就是类似这么样的一个比喻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叫达纳里面的财务的布施 就是他的区别 然后另外一种奉献一种布施 就是维亚沃加 在缅甸叫做露阿弹 或者露阿贝 就是我们奉献力量 用现在来说这种叫做Volantique 就是做义工啊 做法工啊 去做劳力的这种人 对于这一类人 他所奉献的并不是自己的财务 而是自己的时间和力量 比如现在我们也又可以怎么样 可以分为这三种田 如果去照顾父母 帮父母扫地啊 帮父母洗衣服啊 如果父母生病了 喂他吃啊 去带他去散步啊等等 这些奉献自己的力量 奉献自己的时间 这个是恩田 那如果是在振灾的时候 或者说去照顾那些孤寡老人啊 去老人院啊 去探望那些老人啊等等 他们很高兴啊 这个是属于悲田 我们牺牲自己的时间 好像现在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慈善团体 跟一些 一些灾灾的团体等等 他们很多的人 一旦听到哪里有地震 哪里有受灾 他们就冲到第一线去 去救人啊 去振灾啊 去做服务 去做义工 去做志工 那这种是 使那些受苦的人 尽量少受苦 或者快点脱离痛苦 这个也是属于悲田 这种人是奉献时间 奉献力量 亲力亲为去做 还有另外一种是福田 福田就是 大寺院里面 去做法工 去做volunteer 比如说煮饭啊 扫地啊 去做卡比亚 这些 或者说做那专制的卡比亚 或者一个litre 去做volunteer 去做义工啊 奉献自己的时间 奉献自己的力量 然后去让三卡 能够安静的修行 学习 弘扬佛法 或者说 让很多的那些yogi 那些meditators 那些禅修指 他们可以安心的去常修 去meditation 那么这种奉献时间 奉献力量 在一个福田里面 去造 去造作 那么这个也是 出种 Vaya Vachaya Vaya Vachaya 就是服务奉献 这也可以分为三种 它也是跟那个 恩田 悲田 跟福田 一样 是一个一个 这两分的 那还有另外 第三种 达纳 是法师 达玛达纳 法师 是指 给人佛法 教导他人佛法 那法师 他通常来说 是指 有一定资格的 有一定学识的 有一定修养的 专业的人 去教导佛法 这个称为法师 这是法的布施 达玛达纳 法的布施 是 由于我们在 这个世界上 我们生活在 这个社会 人 他总是 要吃饭 要生活 所以他要赚钱 他不断的 要去追求 物质方面的财富 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物质财富 物质的发达 我们可以吃得好 可以住得好 很多很方便 我们想去哪里 旅游 可以坐飞机 一下子的渠道 或者我们要工作 由于物质 方面的发达 可以体会我们很多 方便 但是 物质 财富 特别是那些有钱人 当他拥有的物质财富 只要他还没有精神财富 他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 都不会感到快乐 都不会感到满足 由于他缺乏精神的财富 所以他拥有的物质财富 是很多 越多他的心可能会 越恐慌 他怕这些财富 失去 他不能够赚 他担心 不能够赚更多的钱 他会 怕这个 怕哪一个 所以为什么 越有钱的人 他可能会有很多保镖 他家里可能有 有什么 那些防盗系统 等等 各种各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担心 他害怕 但是 如果 如果一个人拥有了精神财富 如果他精神财富 跟他的物质财富 得到平衡的话 一个人 他可以 因为精神财富 而得到满足 哪怕 他的物质财富少一点 因为精神财富 可以使人 的内心 获得快乐 物质财富 可以 让他满足 很多的 娱乐 可以给他带来 幸福 但是不能给他带来 内心的快乐 但是如果一个人 拥有了精神的财富 他 有 或是有 信仰的生活 他过着 精神的生活 那么 他会给人带来快乐 所以 作为法师 达马达纳 就是让那些需要精神粮食的人 给他们精神粮食 给人们精神的财富 而对于那些在生活当中 他需要吸收精神营养 需要提升心灵生活的 法师 对他们来说 就是很有必要 因为有了法师 有了佛法 有了法的引导 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的生活 有了法的引导 我们可以看清人生的真相 有了法的引导 我们可以看清世间的本质 有了法的引导 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道德 因为有了法的引导 我们可以治理内心的平静 因为法的引导 我们可以获得智慧 所以虽然说法 它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 但是它却可以给我们带来 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因此在这一方面 它比物质更加殊胜 佛陀就决定说 sabhadana dhammadana jinandi sabalasa dhamalasa jinandi sabalati dhamalati jinandi 也就是说 法师胜一切的补食 法味胜一切的味 胜一切的味 法乐胜一切的快乐 就是这么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精神层面的东西 它总是比物质层面的东西 更加殊胜 更加崇高 如果我们能够给予人家精神的财富 精神的粮食比物质的更高 更崇高 所以法师就在这个时候 显出他的超越 跟他的殊胜的支出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做dhammadana 我们又怕讲又讲错 或者我们讲的话 别人一问 我们就问极了 露出马脚了 那怎么办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法师 我们可以做法师 例如说现在的dhammadana法师 已经不是说 一个dhammadana法师 坐在那里讲了 如果是这么样的话 他的受众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他听众或者观众 更有限的 现在的法布师 可用很多的传媒 很多的渠道 比如说书籍 dhamabok 还有video 还有音频 可以听 或者说做cd 做dvd vcd 甚至电视 internet 或者那个blog 微博等等 现在很多的途径 都可以做 那 如果 我们自己不能够去 做 这种 弘扬佛法的事情 但是 我们也可以做法布师 法布师 通过这些媒体 我们去支持他 去支持他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只是说 我们奉献财务了 我们是奉献的是dhammadana 法师圣一切师 如果我们在看现在 在中文的 或者说英文的时候 他在最后 那个 布师子民当年 他都有 第一句就是 sabbadana 法师圣一切师 就是怎么样 所以呢 这种也是 属于法布师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 法布师 他就是让我们 能够获得智慧 现在有的人 说 哎呀 我没有记性 我可能听了 我 一 一离开这个门 我就忘了 然后就说 我看了 我老师 我看了好几遍 我都忘了 有些人记性不好 有些人理解能力不好 有些人接受能力不好 有些人学习能力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过去做的法布师太少了 所以现在呢 就智慧方面不够 那如果需要的话呢 我们就 现在要种点法布师的因 甚至我们说 能够种法布师 因为这种法布师的因 让我们的parami 让我们能够尽早 能够成就我们的 vipassanayana 就是我们的观智 那是能够找到断除烦恼 这个是所谓法布师 那还有第四种布师呢 是称为无畏师 无畏师是指 在一些人落魄的时候 一些人沮丧的时候 或一些人无助的时候 我们给他们帮助 一个人恐慌恐惧的时候 我们去安慰他 也就是我们可以说 让那些颠沛流离的人 找到安全处 让那些恐慌的人 能够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让那些无助的人 伸出援助之手 去帮助他们 让那些 感到迷茫 感到绝望的人 我们给他们安慰 给人家安全感 让人家不要害怕 不要惊慌 不要恐惧 不要绝望 使他们看到希望 使他们拥有信心 那这种 由于我们的保护 或者我们的安慰 使他内心 感到踏实 感到安全 这真的无畏事 甚至我们可以说 有些人 他生命都受到威胁 或者拥有危险 我们去帮 帮他们 去救人 去 让人 拔刀相助 类似这么样 这就称为 无畏事 甚至说我们可以说 救人 离命 这个也是 让他脱离危险 让他 脱离 生命的威胁 这样也是很多 例如说 有些人 我们 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一生当中 难免 有起起落落 有时候因为 家人 的离去 或者家人 家庭的不幸 感情 的纠纷 或者失业 的 走下坡路 经济方面 萧条 使我们自己 遭受心理的打击 好不过股市下跌 等等 这么样 还或者说 自己生病 或者说家人 或者自己患绝症 或者知道自己的生命 也受到威胁 那么 当我们知道了 有些人 他在遭受 这样心灵的痛苦 这样的心理的煎熬 我们去帮助他们 去让他们安慰 即使我们不是 去资助他们 但是我们亲自去 安慰他们 让他们 不要害怕 不要恐惧 让他们 如果是还有希望 给他们希望 给他们信息 如果没有希望 没有信息 可以让他们 能够内心平静 能够慌 能够接受现实 这些都是属于无畏事 所以我们讲到 布施或者奉献 可以分为是几种 可以分为 财物的布施 我们在做这些奉献 做这些布施的时候 我们做的时候 可以给他人带来快乐 给他人带来利益 同时我们也可以 给自己带来快乐 带来利益 在做恩田和悲田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人带来快乐 在给他人带来快乐的时候 也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 可以给自己现在带来快乐 我们在做福田的时候 我们现在也快乐 我们未来可以更快乐 我们现在可以利益自己 利益他人 利益自己就是当下 很宽喜 因为我们有恭敬心 有信心 去做这样的善事 做这样的善业 而未来我们会 因为这种善业的成就 带来更快乐的结果 更快乐 更殊胜的果报 所以做福田的话 我们可以 在当下给自他带来快乐 未来会给自己 更殊胜的快乐 做法布施也是这样 而作为 无畏师来说 也是 因为无畏师 我们可以让他人 脱离痛苦 我如果看到别人 因为我们的帮助 脱离苦 我们自己 内心也感到很快乐 所以我们就通过奉献 来给自己 他人带来快乐 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快乐 而我们在细分 通过这些奉献 我们可以给自己 周边的人 给很多的人 带来很多的利益 现在有些人说 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不仅仅只是为了掠夺 为了拿取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些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就是为了获得 我要获得更多的钱 我要获得更多的名 我要有名声 我要获得更多的地位 我要获得更多的权威 这样的话 他就不断地去获取 但是如果真正一个人 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能够给自己 给自己身边的人 给更多的人带来快乐 这是更好 作为财务的布施 他可以给他人带来幸福 作为劳力服务的奉献 布施 他可以给他人带来方便 作为法的布施 法的奉献 他可以给他人带来快乐 而作为无畏施 他可以给他人带来信心 带来希望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 因为我们的奉献 而给自己 给他人 给更多的人 带来幸福 带来快乐 带来方便 带来信心 带来希望 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更有意义 而不是说 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猎夺 让自己占了很多东西 但是一死之后 全部都是没有了 想带也带不走 但是如果我们 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 可以给更多的人 带来幸福 带来快乐 让人家因为我的存在 而拥有幸福感和安全感 因为我的存在 而给他们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 看到了 未来的信心 那这样的话呢 即使我们 去世了 我们使得别人还可以 会尊敬我 尊敬 恭敬我 还会记挂着我 会感恩我们 对于我们 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人生 我们 去世了 会去到更好的地方 所以如果一个人 人生在世 我们就从世俗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能够做到这些 去奉献更多 带给他人更多的利益 跟快乐 这个就叫做 自立跟利他 当然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常修 不断的去培养 定力去培养智慧 然后他再把 自己从佛法当中 生活所获得的利益 去利益他人 会更高 也就是他做的是 从世法布式的 由于他自己 在佛法当中 通过禅修 通过meditation 通过修止 修观 拥有缠纳 拥有定力 拥有观智 拥有智慧 然后他自己 在佛法当中 有了立足之地 他能够 带来真正的安全 和生命的快乐 然后他再去利益他人 这样的话 他的生命就既有价值 又有意义 所以我们通过 今天 大家在做gatina 大家所布施的 布施 袈裟 gatina袈裟 还有各种的生活用品 其实 今天我们所做的 这个就是什么田 福田 我们对象是什么 是山嘎 是僧团 所以不是对个人 而是对僧嘎 对于僧嘎来说 他又比对个人更殊胜 因为僧嘎 他是一个团体 甚至我们会上述到 佛陀在世的那些 圣旨的僧团 这样的一个 大的概念 对于这样的僧嘎 我们做的 奉献做的故事 他的功德是很殊胜 很大的 因此我们今天 大家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种了很殊胜的福田 那我们就通过今天 在分析 通过奉献给自己 给大人带来快乐 到更殊胜的福业 而我们今天大家都 在这里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种了很殊胜的福的善业 那我在这里做水洗 也就到这里结束 在这里也是水洗 大家每个人所做的 殊胜的功德善业 作呂 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做回向 啊 呃 今天如果大家有 不 enormously 或者其他的必需品 有些人说 我没有布施 我下午才过来 那怎么办 我还在这边吃了一顿饭 没关系 我们来这边是 随喜 随喜也是一种功德 还有呢 就是来听文佛法 这个也是一种功德 所以不管大家是什么 有的也好 没有的也好 大家都是 因为今天是 欢欢喜喜的 吉祥的日子 所以大家供养多也好 供养少也好 没有供养也好 总之那就是 一个欢喜的恭敬的心 来亲近僧团 来亲近霞兜 来亲近 马哈桑嘎 把这个都是功德 我们一起来 来做回向 先把我们所做的 这些功德善业 回向给我们 过往生的亲戚们 因为 有一些过往生的亲戚们 如果他们投身为 依他是鬼的话 他很需要我们学 分享功德给他们 他们也许就在那边 期待着 所以我们现在把所做的功德 也回向给他们 愿他们在随喜之后呢 能够尽量脱离痛苦 能够获得快乐 下面请跟我念 感谢观看 愿我所做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我的亲戚们 愿我的亲戚们 早日离苦得乐 再把我们所做的功德 与一切的 护法诸天 鬼神 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众生有请分享 愿他们在随喜我们所做的功德之后 也能够获得一切的成就 一切的众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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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导向我们最终找着正乌涅槃的祝园 一当美奔扬 一当美奔扬 阿萨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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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好度 一当美奔扬 一当美奔扬 你把那萨 一当美奔扬 伯皆有好度 伯皆有好度 接着再把所做的这些功德 与一切的众生分享 与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平等获得此功德 妈妈舞 Understood 理解 �ivity 毕bes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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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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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